我的題目是在政策工具實行加上的自己的策略 這個內容 因為這像是一個遊戲 然後講的題目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就把過去的一些上課的材料放進來 然後也有新的東西 創新的一些看法在裡面 因為在這一行做了非常久 30 年 那麼從開始盤外部成本內部化 外部效應內部化 然後介紹在台灣介紹這個觀念 然後現在大家都能夠耳熟能詳 然後政策工具也依據這個原則 就建議做了非常多的這方面的工作 直到現在發現是一事無成 一事無成 那他要退休了 實在是覺得很難過的 看到我的同行在韓國 同樣年紀在韓國 他在20年間他就做了很多韓國工作 韓國他們就對自己的策略或政策工具都做了 那日本人就是在台灣就推動 所以我在這裡特別重視這個政策的接受度 政策的接受度 東方法是政策如果被接受 會被社會大眾接受 就不會被政治權利接受 那就沒用 所以我在這裡會把一些重點放在 這個最後的這個建構後代權益促進機制 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可提性政策的合作線 好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設定 我們設定的深度檢看的目標 因為我現在參加這個我們本院的 也是政府要我們做的這個深度檢看的路徑的這個研究 那所以我們第一個目的工作 就是設定這個深度檢看的目標 那我們看過去幾年 2017年這個NATIO這個研究 他就說要到2050年就要達到這個排占量為了一定 這樣子一個非常深度的快速的檢看的路徑 然後這也是2017年的Emission Get Report UEP的也是類似的 這是一個直線的檢看 那我們現在最可以參考的就是 在去年講出來或是今年講出來的這個 Special Report IPCSpecial Report 1.5.7的Special Report 這裡面的這個路徑 那我們看這個藍色的這一條 就是1.5.7的路徑 所以說在2030年以前 是一個加速的快速的這個減碳 那30年到50年到50年 就比較緩一點 速度比較緩一點 所以我們就依據這個速度 然後呢做了這個計算 就是說我們採取一個公平的原則 就是說全球的人均的排占量都相等 這樣子一個最公平的一個原則 來設定我們台灣的減碳的路徑 那根據這個必須要用某一年的人口 大家共同用當年的人口來計算 每一個國家 它的排占量是多少 可以有的排占量是多少 這裡有三個原則 一個是最公平的是用人均累計排占量均長 第二個是公平原則 用某一年的平均每人的排占量均長 不公平的就是grandfather 也就是根據過去的排占量來決定 就是說京都疫情輸入的那個做法 就是一個不公平的 用1990年的排占量來決定它的未來的排占量 好 這是我們算出來的 那大家可以看 這個就是1.5度C有兩個情境 2度C也有兩個情境 這都是根據這個special report來的 那一個那個紅色1.5度C第一個 按2度C的第一個都是直線 直線從現在2016年的這個歷史的數字 兩億五千萬噸的這個二亞方蓝當量 要減到直線的減到2050年的零排放 當然這個零排放包括了這個 它是近的排放為例 所以就包括了這個capture的裡面 第二個 那1.5度C的第二個就是 2030年以前是急速的快速的檢查 這是根據special report的那個路線 那30年以後就比較慢一點的 不用那麼快速 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定了這兩個 這是我們團隊在討論的 到底要走哪一條 可能不知道 所以說可能就是每一個都是一個可能的一個情境 來看我們能不能夠做到這個樣子的減碳 那這個減碳的這個目標 跟我們政府現在所設定的這個目標呢 使時間時度上更長 然後呢減碳的程度更多 那我想這個是世界各國現在都在考慮這個事情 怎樣是來做到2050年的這個減碳 但是這雖然很多人在談 很多人在做研究 那可是這阿小的要做到 也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這就是政策的減碳 做不住的問題 這是台灣過去的情況 台灣的話 2015年的人均的燃料燃燒修入 台湾量是10.6公噸 那比很多國家都高 我們用這個主題來看 我就不想去說了 那要達到2050年要到0 那這怎麼能夠做得到呢 那如何去做得到 不說怎麼呢 是如何去做 這是我們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問題 所以要用這種簡單的政策工具 那政策工具用這個圖形 這個表來看就很清楚 那除了市場導向的政策工具之外 也有志願協議 也有命運控制各種的標準等等 什麼樣都有它的功能 也都是需要的 那我們就偏重在這市場導向的這兩個 一個是價格政策 一個是數量政策 那價格政策就是客戶人稅 和稅、能源稅 或者是補貼 比如說FIT 就是對於綠能的收購 也是一種補貼 然後數量的話就是 排放交易 加上總量管制 加上排放交易 那這交易有兩種 一種是配額交易 Lawrence Trading 另外一種是信用額度的交易 Credit Trading 這兩個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們的法律 我們的溫檢法裡面 現在採取的主要是配額交易 可是也有信用額度交易在裡面 也有 那我們來看 我們溫檢法怎麼寫的 溫檢法第五條 說 為因義氣候變遷 政府相關法律政策的規劃管理原則 有五個 其中的第二個 是說這個 排放的配額 額度的合配 應該有 逐步有免費 合配到配售 配售 配售就是 要按價收購 除了出錢才能夠買到這個 但重要是用 用拍賣的方式 那第三個 第三條是說 我們的管理原則之一是 第三個原則是 要依據氧氧化碳的當量 推動鏡頭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 以因應氣候變遷 應落實中立原則 促進社會公益 那這句話呢 就可以 事實上是已經非常清楚 那對他的做法也非常清楚 他已經講清楚 稅機是什麼 是 進口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當量 然後 怎麼去做呢 他可以是稅 也可以是費 費 那稅和費是不同的 稅是財政部收 作為政府的收入 那費的話 通常都是各個主管部費 像環保署 那就可以收碳費 那財政部就可以收碳稅 那碳稅的用途就非常的廣 可是碳費的用途就收到限制 依據溫泉法 只能夠用在 跟溫質器有關的這個用途 那每年大概收了二三十億 那就差不多了 那二三十億在我們每年的 一億一兆多的或兩兆的這個稅收裡面 是非常非常小的一個數字 那用途也不多 所以對於 要來作為減量的誘因 是沒有的 沒有誘因的 太小了 因為那費率會非常的低 就像我們現在繳的公務費一樣 大家都感覺到繳公務費 好 那所以 可是呢 這是很好的 作為我們碳稅和碳費的這個法律依據 可是我要說很可惜的是 財政部不理這一條 他不願意去做 不願意做碳稅 環保署也沒有去催財政部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溫檢的 這溫室集體管理的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 方案啊 行動推動方案啊 或者是那個政策綱明啊 裡面都有寫 可是呢 都說 在研究 在研究 都是寫在研究 研究它的可行性 研究它的影響 研究它什麼 然後再說 這種話我聽了太久太久 從二十幾年來每次都這樣講 他們的推脫之詞就是研究 那所以研究人員工作就做完了 他們就永遠就這樣 在那裡推 因為他們不願意去碰這個困難的事情 大家都曉得它困難 困難就是民眾的接受的問題 所以我們研究的人員 包括我自己過去也是 也是忽視了這個經驗 接受度的可行性 接受度的問題 我想這是我們過去的 所以我想把這一點特別的 跟各位說明 各位一個作員就要偏動在 注意它的可行性 接受度 不是說是最有效益的最好 好 二十條 他說中央主管機關在核配 這條是專門講核配的 講排灣交易的 他說這個 中央主管機關與核配 於公用事業的核配量 核配額 應該扣除其提供排放源 能源消費所產生的間接排放 配搬換來當樣子而故 好 那這裡的公用事業是什麼呢 很明顯的就是電力公司 電力是一個公用事業 所以電力公司它提供它的能源 所排放的這個二氧化碳的當量呢 要被扣除 不必參加交易 所以這樣子 以這句話做下去之後 我們的整個排放交易的市場的規模 就非常的小 剩下沒有多少 那這樣子 所以這個 整個來講 這個台灣的 這樣子設計 這樣子法律所規定的 這一個 總量管制 融合交易制度 是很難執行的 沒有市場 沒有市場 沒有什麼交易 沒有什麼交易 好 這是在這裡 這兩條 那麼 所以 那這裡呢 就引述兩個研究 說我們減碳的政策工具 應該具備的這個能力 也就是它的性質 第一個 是有效性 有效性 這種最有效的 然後要能夠提供有研發和技術進步的誘因 能夠有效處理風險 它不確定性的這個能力 這是這個Dubau這篇文章所講的 那最新的這篇文章呢 那他就說民眾的接受度 是最重要的 民眾的接受度 和政策的穩定性 這裡面幾個人都很有名 包括這個Stunner的裡面 最後一位是Stunner 好 那這個理由 這些我就不講了 這是有效率 那第二個是要有技術研發的這個誘金 第三個是要能夠處理不確定性 也就是Weisman定義 By the way Weisman在上個禮拜過世了 77歲 很可惜他沒有拿到諾貝爾獎金 我們本來期待去年的諾貝爾獎金 結果他也在等 在過世了 很可惜 不過他的貢獻非常大 對於環境經濟學 這個定理非常的重要 那我不講 這個是上課要講的 好 第四個 是公眾的接受度 和政策的穩定性 那麼這裡面就要偏重 要注意到 成本效益 就是說一個政策下去 它的成本和效益 分布的不對稱 對於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成本 有不同的效益 那評價的偏向 也就是說大家每一個人 這是根據那個 心理學家的研究 堪利滿他們講的 就是說我們對於成本面 就是損害損失這一面 會比較重視 給我一個損失 我會非常的重視 可是給我一個效益 我覺得那是當然 不是那麼樣子的關係 所以說對於損失特別的偏向 然後再來就是政治信任度 那這是政治 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的信任度的問題 好 那我們的這個綠色稅制改革 就是所謂綠色稅制改革 定義就是這句話 就是說它是綠色的稅制 就是污染稅 不染克稅 像碳稅 再加上稅收循環機制 那這樣子來做的話 是有助於化解 對於利益授存的這個擔心 那這樣的話會提高它的可行性 接受度 好 所以我們用這個表 來比較一下這幾個政策 這四個五個政策工具 那我們發現 碳稅都很好 有效 然後有技術 有研發的誘因 能夠處理不確定性 但是靈痛接受度很低 所以永遠不會被接受 那補貼 它是 在承綠有效性 是鋪的 要鋪的 技術誘因也是要鋪的 然後在不確定性 也是要鋪的 可是民眾可以接受 所以都很多很多人 各個各四個補貼 全部都出來 OK 所以重點是在最後的好 而不在前面的 好 那這裡再比較一下 碳稅跟補貼 補貼就像我們的FIP 綠電收購 所以我們現在綠電收購很多 可是它的缺點 它雖然可以有 鼓勵再生能源 讓發電 或者是用在各種的能源上面 它會鼓勵 可是它沒有減碳的誘因 它沒有 因為 那個 那個電價是更便宜的 所以使用量更高 碳的消費 就是電的消費量更高 所以 燃煤發電廠還是一樣多 更多 所以沒有這個效果 那只有碳稅有多效果 碳稅是會使得燃煤發電貴 再是那個天然氣的發電比較貴 電價會提高到整個的電的消費量會下降 那同時它也有這個研發的這個誘因 包括了再生能源的研發 好 所以那這裡就做一些 這都是上課要講的內容 我就不講 那這個有興趣大家自己來看 復古重疊等等 這都是上課 然後呢我現在講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理論基礎 理論基礎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觀念叫使用者成本 User Cost 它的定義是說 現今的試彈 使用一個單位的浩街性的能源 例如說 鎂、鎂、油 或是像 像 像 空氣 裡面的 沒有化電的存量 這也是浩街性的 那為造成 我們現在使用一個單位 這種浩街性的資源 造成未來世界無法 世代無法使用這個資源的機會成本 這就是使用者成本 這是一個成本 就是代與代之間的成本 那所以我們自然資源的價格 就要等於它的邊際機會成本 包括了生產成本之外 要包括了邊際使用者成本 那也要 那這就是能源稅或是碳稅的理論的基礎 那另外有環境的外貨成本 那就是環境稅、污染稅的理論基礎 所以能源稅跟污染稅是不太一樣的 能源稅是對這些浩街性的資源 因為它對後代造成的這個影響 那碳稅也可以看成是一個污染稅 也可以看成是一個 也是看成是一個邊際使用者成本的反應 因為碳 因為空氣中能夠容納的 溫室氣體的總量是有限的 用完了沒了 現在剩下的不多 好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理論就是這樣 另外還有污染者付費原則 還有送送紅利等等 那這都是它的理論基礎 那麼這個來說明 用這個這個表這個圖來看 遇到稅是改革 它的重點就是 要taste the bag reward the good 對污染物 髒的東西課稅 然後reward the good 好的事情 來給它這個報酬 報酬 不要這樣補貼 報酬 然後要保持財政的中立性 也就是說稅收全部都拿來理解 或者是發還給全民 這是為了增加它的接受度 接受度 那這樣的話會有這個環境的保護 還有社會的永續 還有經濟的這個永續的這種的功能 好 那這是我們過去在幫 稅制改革文會所做的 綠色稅制的規劃 這是現在的這個情況 那麼那這未來的話 就是我們建議的就是 能源稅還有環境稅 那環境稅主要是對溫氏氣體所課的 就是二海化碳還有溫氏氣體 那麼那能源稅主要是對 對這些各種的化成能源 還有核能來課程 核能 我們現在的情況是 核能沒有課稅 煤炭沒有課稅 一毛錢稅的煤到現在 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 可是我們對於石油 汽油課了蠻多的事情 好 那我再快點過去 這設計原則我就不講了 那搭配 這裡就是要講到這個搭配 那這個是根據 維斯門定理來的 搭配 也就是說我們的實施是應該 要先採行碳稅 或是能源稅 之後再採行台灣交易制度 溫氏氣體的台灣交易制度 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碳稅 它是一個經濟誘因 它會有這個減碳的誘因 然後它也會有這個研發的這個誘因 可是呢 它到最後它也無法做到零排放 要做到零排放 那價格非常非常非常高 那也是不可行的 所以不可行 那到最後呢 就還是必須要用這個台灣交易制度 台灣交易制度 那它這樣子做的好處 就是會使得這個 這個大家先習慣排碳要付費 之後再去做交易的時候 它就不會要求 不會說能夠給它一個免費的排放額度 免費排放額度就是一個補貼 好 這個理論模型我就不講 這都是Y成定的應用 好 那最後就是建構後代權益促進機制 那這次我過去這個 差不多有五六年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發現 這種好的制度就沒辦法被接受 可能的原因 一個是當然是制度的可行性 接受度 另外一個是因為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權益相關者 就是說後代人沒有參與這個決策 沒有參與這個決策 在這種情況之下 得到了各種的政策 是會做一點一點點的改進 可是事實上都沒辦法 達到我們的這種目標 包括這種檢看的目標 或是SDG的目標 好 所以這個深度檢看在民主社會 是很匯瞞的 就是因為有關未來世代的利益的決策 只有當代人來做 那這樣子 我們有後代者 代表後代意義的人來制度 OK 時間到了 好 那麼所以我們建議的方案是這樣子 以在國家機構中創設虛擬的未來世代的代表 以代表未來的世代發言 以代表未來的世代發言 把未來世代的利益明確的納入當代決策的程序之中 和當代人的利益的代表互相制衡 那有在憲法應該在加入這個條款 然後在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裡面設置 後代權與法證的一個專者機構 那它可以是一個諮詢性質 也可以是有決勝權的機構 那這個也可以是一個獨立機關 那講了這三種的做法 那麼在有些國家 世界上有些國家都已經在做了 已經在做了 不過大部分都是一種諮詢性質的 諮詢性質 那也有獨立機關的 例如說靈活的威爾斯 那就成立了 所以這是我們一個建議 創設一個具有政務性質的未來世代權益部 或是創設一個具有獨立機關性質的未來世代權益委員會 我們現在有了永續發展委員會 純粹是一個諮詢的機關 沒有用做過 做過兩屆的委員 最後不做了 另外一個是擴大年輕事態的民主參與 把這個 把這個 投票命名 降低到18歲 或是更低一點到16歲 可能會有些影響 可能也是有其他的作用 OK 好 我想就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內容 比較新的內容 第一個是減碳的目標 深入減碳的目標 然後再來就是後代權益的促進機制 還有就是民眾的接受度 這個問題 這個重要性 我想我在這裡 這是我過去比較沒有考慮到的 也比較晚才想到的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 好 謝謝